这个令牌是我有眼无助 请您原谅我的愚昧和无知 不管你是不是脏爱大师 都不能如此污蔑我的话 说他是假的 他一定就是假的 哼 你这臭小子 别以为捡到了大师的令牌 就能冒充大师 还污蔑我的话做 住嘴 有令牌者 便是脏爱大师 岂能容你诋毁 陆老看来你是人老了 脑子也一起不好使了 这么一个小屁孩 怎么可能会是脏爱大师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贝塔 会是脏爱大师 但我深信小贝塔 其实上幅画上面的红点 就是我吃西瓜不小心掉的果汁 而这幅画 我的光宫千里走单起 你知道这幅画价值多少钱吗 你要是赔不出来 我让你不得好死 睁大你的狗眼仔细看看 几千年前 难道有二八大港自行车吗 怎么会 我的三百万啊 朱老板你怎么了 急火攻心 血脉逆流 准备准备 今晚可以收尸了 急功耗利 心胸狭隘 哼 若不是因为我弟弟的这幅画 你们又怎配与我接触 我们走 赞爱大师您慢走 我亲自来开车送您吧 您慢点 我这老骨头跟不上 大姐 你还没睡呢 小贝塔没回来 我又怎么会睡呢 你的脸 是怎么回事 嗨嗨 没事 我先去洗澡了 这三妹居然敢背着我偷吃 真是越来越把我这个大姐放在眼里了 三妹 你先回房 小贝塔 自己乖乖把脸伸过来 别逼我动手 那好吧 贝塔 你二姐找到了 太好了 她在哪呢 你二姐现在是杏仁堂的医生 你明天悄悄去给她个惊喜 去吧 不过 这回我可不希望 再看到有哪个不听话的妹妹偷吃贝塔弟弟 怎么会呢 大姐 你要相信我的人品 呵呵 林青坦 贝塔的二姐 身材容貌无可挑剔 性格也极其温柔善良 医术虽比不过贝塔 但也能算得上一流 这就是二姐吗 果然还是和小时候一样的温柔美丽 糟糕 是心动的感觉 请问你有什么不舒服的吗 美女医生你好 我有病 我有大病 什么 你还在犹豫什么 快使出你的浑身解数来治愈我呀 对不起 请问你哪里不舒服 我一见到美女就浑身躁热难难 心跳加速 尤其是见到你之后 这种感觉愈发强盛 先生 你这不叫病 你只是再单纯地藏我身子 我建议你回家冲个凉水澡 二姐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温柔 我都忍不下心来欺负你 你是 贝塔 不 贝塔已经死了15年了才对 真的是我 你好好看我 我就是你的小贝塔 姐 你看 小贝塔向二姐展示了大腿外侧的胎截 终于让林清潭相信了 这就是阔别15年的弟弟 回来就好 我的小贝塔还是好好的 你的跪来一定是上天给我的补偿吧 补偿什么补偿 没 没什么 你回来就好 跟姐姐好好聊聊你这些年的经历吧 绝对不能让小贝塔知道我得了癌症 陪我出去逛逛吧 等到晚上吧 我还要值班呢 而且最近我可能要升职哦 不能翘班的 还在值班吗 那边那个谁 你过来 你好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帮我姐顶班几天 这一万归你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可是我们要堂公认的妇科圣手 呵呵 这五万够不够 五万 我随手给富家太太来个私人诊断五万 给你个忠告 泡妞需要量力而行 一百万 不干我就找别人 我干 爸爸 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爸爸 妈妈你放心的和爸爸去玩了吧 你有钱了 也不能这么花呀 钱对于我来说 只是个数字 二姐你的时间 才是更宝贵的东西 你呀 还是和小时候一样调皮 有嘴滑舌的 那二姐要不要试一下 呸 这不是林医生吗 怎么这么清闲 不会背开了吧 那是它吗 冷却 全是 你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